這裏是BQE經過北輪高地的一個觀賞平台 從這裏可以看到曼哈頓南部金融區的一切 整個海港的面貌盡修眼底 這裏現在看到就是哈德遜河和東河的入口 整個曼哈頓的金融區 就在這裏 一覽無遺 清清楚看 這對鏡頭中間的就是華爾街 這裏就是華爾街 一路上去就是證券家的中心 整個曼哈頓南部 正在盡修眼底 這裏是北輪橋 底下的公園就是北輪橋公園 這個觀景平台很長 有幾百米長 就是剛剛在BQE通過北輪橋公園的上邊 它是鋼結構 走上來 因為很多車經過 所以震動很厲害 這個人很享受自己看到的東西 自如自樂在這裏笑 看東西看得笑 自我陶醉 這個平台通上去 就是這片就是 北輪高地 幾百年前 最原始的地方 就是一個山 在海邊的一個山 一個山丘 平時很多人在這裏坐 很多遊客 以前 很休閒 這裡坐好 曬太陽 那些人不怕曬 曬太陽 你聽聽木曬得 哎呀 這條就是BQE向北走的 這裡就是向北走的 下面就是向南走的 這裡就是總督島 紐約市管轄的總督島 它有很悠久的歷史 大概有三百年 早年 三百年前 荷蘭的人 就在這裏佔領 美國 佔領紐約 就在這裏登陸 就是這個總督島 裡面有 這裡是碼頭 這裡是總督島的碼頭 在馬哈頓 這個白廳旁邊 白廳碼頭旁邊 有輪到可以來這裡 這裡是總督島碼頭 總督島有很多 很悠久的建築物 其中 這是古城堡 這裏佔領炮 以前 總督島是軍事基地 這裏佔領炮 是不可以讓遊人上去的 最近 大概是1997年以後 不是 最近這十年 最近這十年 就開始讓遊人上去 紐約市有意發展 成為一個 旅遊的 新景點 就會有 兩邊 在馬哈頓 對開一隻 大家對開一手 每半小時的繁忙時間 15分鐘就開一次 這是北輪橋公園 最近十年八年 起好的 七八年起好的 以前是一片 沒有什麼特別用途的 爛碼頭 不是正式的碼頭 就是海岸 對面看到 FDR 就是曼哈頓沿著 東岸 曼哈頓東岸 沿著東河的 一條 懸河的 小車 沒有商業 車輛行駛的高速公路 這麽遠 FDR Drive 的路放 就看得清易坐的 紐約有很多輪道 快艇 快船 快船輪道 快船輪道 很快的 這個碼頭 就是去 總督島 橙色 就是白艇碼頭 叫藍碼頭 剛才說的 旁邊 就是 搭船 坐這個輪道 總督島 現在看到一隻 士丹頓島的輪道 一直靠近自由神這個島 這個是免費的 是 曼哈頓和士丹頓島的輪道 紐約市故意讓他免費 亦特意讓他在自由神像島前經過 讓遊客免費來觀賞自由神 市政府故意免費 以前是收費的 直到1997年之後才免費 以前很便宜的 五分前 以前是五分前 這條線 走到百多年 又是 超過一百年歷史 曼哈頓和士丹頓島的航線 這個輪道 很久的歷史 這個輪道 經過自由神像 很近 所以拍攝 拍攝 拍攝 坐這個免費輪道 比上島更加 更加全面 你如果 上島去拍攝 只能夠仰視 在底下很高地拍上去 拍不到這麼全面的影像 所以 另一個角度 坐這個免費的一道輪 來拍攝 這個自由神 好像更加佳 這個角度 不過 一旦 走過的時候 那些遊客 就全部走到自由神那邊 我擔心 這艘船 會不會失重 當然 很多 不是遊客 見慣 就不會走到另一邊 不會走到遊客那邊 對開那艘又經過 這個輪道的時間 差不多要半小時 因為這艘船慢慢走 對嗎 如果你是自己 要登自由神的島 就要花錢 花25美元 去登島 它專門有 去自由神的島 那些旅遊船 要25元 你坐這個免費輪道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好像更加佳 除非你說 我一定要親自登上島 那是另一回事 如果不是的話 純粹是拍攝的話 就坐這個渡輪 就更加 更加好處 這裡是北輪橋 有名的 北輪橋也是 怎麼有名的呢 是140年歷史 這個北輪橋是140年前起的 放大看真點 平時看不到頂頂的細緻 這個頂頂曾經幾年前 有人偷偷走上去 換了一支白旗 自此之後 就攔著不讓人登上 即是 當局做了很多設施 阻礙不讓人登上去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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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輪橋 真的很有名 是 大約140年前 花了1550萬美元 當年 140年前花了1550萬美元 很長 1800多米 正高度 橋面到水面的高度 有41米 當然很高 百多年前 他建立這麼高的橋 真的有眼光 其實現在沒有這麼大的船 進去東河 但是他建立足夠高 這個工程真的夠大 你想想 140年前 有這麼宏偉的結作 是邪拉索橋 是最長的 邪拉索橋 當時 這個塔 兩個橋 中間的跨道 跨道 接近 接近 五百米 現在這個塔 究竟是 鋼筋運營圖 還是 花崗岩呢 如果花崗岩 你怎麼弄得這麼堅固 波崙橋公園 真的有時間了 真的要去行 是很悠閒的地方 以前爛碼頭 爛岸邊 可以說是 沒有什麼明顯的作用 市政府索性 想想想 將它 改造成一個公園 這裏的欄杆 因為下面的車流量很大 而且那些重型的載貨車 搞到這裏震 放了攝影機在這裏 拉長鏡頭之後 就震得很厲害 這裏本來有很多遊客 以前有很多遊客 現在就不知為何少了很多 剛才說 剛才還看見 那些人在這裏 坐在這裏 休閒的走馬 現在就真是很少人 以前來過 真的很多人 這條BQE 為何今天向北行 竟然塞車 這裏塞車 這裏塞車 才是正常的 向北行 就是在上面 向南行 就是在下面 今天的天氣 真的變幻莫測 哇 那些雲 真是 有看頭 好像拍過災難片 好像世界末日的災難片 那些 黑暗的黑雲 鋪天蓋地 一二來 這是紐約的快船 輪到的快船 很快 高速船 來的 今天天氣 上下雨 又有 局部地區 有時下大雨 那 那 有時 滾滾滾 那 都 挺有特色 那 兩條 那些 史丹頓島的 杜倫派 在這裏 通常見兩條 因為 對開 兩條 走出一條 下一次 另一條 走出一條 起碼有四條 橙色的輪道 繁忙時間 會十五分鐘一趟 開船 那 這些雲 真是 漂亮 對嗎 拍片也不一定有機會遇到這樣的雲 好 看看新世貿 利用長焦鏡來看看 你平時看不到它的細節是怎樣的 那裏不是被人上去的 那裏三層大圓環 不是被人上去做觀景平台 觀景平台 在底下 玻璃幕裡頭 這條天線 嘩 看看 平時 你真的看不到細節 這條天線這麼高 這條天線這麼高 這條天線怎麼看得到呢 是這樣的 天線也幾十米長 可惜這個平台震 這個欄杆 這條欄杆 等相機在這裏 就震一下震一下 因為這個平台是 是鋼結構平台 不是一個山體 所以 下面的貨車行的 會震一下 震一下 旁邊有一棟 現在紐約很流行 很小的佔地面積 就建了很高很高的樓 幾十層的那些 是六七十層的那些 特別是中央公園正門 中央公園正門 中央公園正門 南面那些 那些又有幾棟 真的 很小的佔地面積 但是很高很高 真的很厲害 這棟又是近年來新喜好的 不過 好像沒有什麼特色 雖然 放鬆 鏡頭 一面 看西部 東面 不平 但是 背面 就像 太平淡 沒有什麼特色 ű 當然 太高了 我想 沒有100場 都可以太、90層吧 其實美國的高樓主要集中在曼哈頓 曼哈頓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中城 其他地方也不多 也不算很多 尤其是最近建的很窄 一條柱子上去 一條四方柱子 其實這個景是不錯的 不過這個公園的棚 遮陽棚好像 好像有點不該在這裏阻礙了這個景觀 好像是 你寧願種樹也好 這裏是南街十六號碼頭的帆船 很有名的這條帆船 也是很有歷史的 大概有140年 沒有也有135年 大概是 135年的帆船 叫做什麼? Raver Tree 即是搖擺樹 顧且叫做搖擺樹 現在是海港局博物館 是日本來的 不過現在看看 沒有什麼人 沒有什麼遊客 以前很多人 所謂以前 當然是說疫情前 疫情之前 這個南街碼頭 全部都不知多旺 以前 現在 哎呀 小貓三幾隻 已經好一點 已經 Reopen 應該好一點 但是 哎呀 過去的年紀 更慘 現在 好一點 不過 跟以前 還差很遠很遠 這裏是17號碼頭 也很文靈的 17號碼頭 反正 15、16、17 就在這裏 旁邊 是 其實這個景 就是紐約的精華之一 因為 顯示了整個曼哈頓 南部 下城 尤其是 下庭 是世界第一的金融中心 很逍遙 坐快艇來玩 是 這隻 時山頓輪 又回來了 又到了 所以 經常都對開 雖然 半小時 一班 但是 都 算是很頻密 晚上四小時開的 看看 駕駛台的船長 幾乎 扯他過來 幾乎 可以看到他 是怎樣開船的 幾乎 幸好這隻船 夠大 所以經過 自由神像 遊客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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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 除了他們哪有東西看 每天都看不看夠什麼 所以他們不和你一起瘋 往往你搭免費的渡輪去 這隻靠岸的時候 另一隻上登船 另一隻乘客就開始登船 一到史丹頓島那邊 往往有一隻船開 所以你搭船去 差不多要等半小時 不會馬上回頭 基本上趕不及 沒有辦法 除非第一個衝出船 或者可能趕得及 後來你出船 登岸 都趕不及那隻船 那隻船一山閘 沒得上了 等半小時 在這裡玩快艇 有人在這裡玩 本來是去長島那些內海玩的那些玩 我認為這裡有浪 所以就夠刺激 太平淡沒有浪 就好像不夠刺激 好 那觀賞 曼哈頓金融中心 到這裡 出頭啦 還有 好